9. 信報《財經新聞》,英金管局停查倫敦瓶 2015年7月11日EJ 簡訊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 宣布,將停止長達三年 對綽號倫敦瓶的前摩根大通交易員 伊科西爾·Brunner-Exel 的調查,未有解釋原因 但傳媒估計是因當局證據不足 被指投資衍生工具壓錯注 導致摩通損失62億美元的伊科西爾 將被過本已提出的100萬英當罰款 EJ 簡訊英金管局停查倫敦瓶